上回说到 方千派去厮杀赵传辰的杀手被敌人杰火捉 军队中的几名将军也纷纷倒戈 供出了方千及其党羽的名单 眼看事情败露 在吴亦之的建议下 方千索性起兵包围了都督府 想要杀死敌人杰以绝后患 他起 吴亦之和熊将军带领大军 集结在都督府前 但他实在是太过操级 根本没有考虑到 敌人杰身边两员虎将的本事 只见虎敬辉单齐开路 把刚出场的熊将军瞬间秒杀 纵军有感煽动者 死 吴亦之见状 策马上线给将士鼓舞士气 只见虎敬辉大喊一声 狗贼上前受死 一刀便斩下了吴亦之的手机 随后李源方直奔军中 左侃右杀 如入无人之境 一时间 所有的士兵都不敢再轻举妄动 把手里的武器都放在了地上 紧接着 切牛卫赶赴战场 在虎敬辉的带领下 迅速镇压了各部兵马 统领了全程防务 敌人杰趁热打铁命令虎敬辉和李源方 迅速按照名单搜捕斩杀方千的头脑 而此时 醉魁祸首方千正在忙着收拾金银珠宝 准备逃跑 还没等他走出半步 于风就找上门来 取了他的性命 等到虎敬辉赶到时 方千早已没了呼吸 很显然 败事有余的方千 这一次也成了金木兰的气子 经过一夜的大搜捕 方千与党全数被查清 敌人杰正式接过了 幽州大小事务管理权 他当即下令幽州各县 废除此前 方千等人实行的科政 还田于民 帮助大柳树村民重建村落 赦免牢狱中被冤枉的百姓 当天晚上 敌人杰刚刚处理完政务 就马不停蹄地赶到验尸房 查看方千尸体的状况 谁知 武作竟然告诉他 方千并非死于他杀 而是服毒自尽的 敌人杰对一道略同一二 他知道 服毒自杀者的肤色 一般为紫黑色 而方千的肤色 却跟正常人一样 这其中必有蹊跷 敌人杰又盯着方千观察了一会儿 突然发现 他的脸部似乎有些异常 在用毛巾擦拭过后 敌人杰竟从方千的脸上 接下了一张人皮面具 而藏在面具下的 根本就是个剃子鬼 既然面前的人不是方千 那么真正的方千 又去哪了呢 敌人杰派胡敬辉 连夜将刺石斧搜了个遍 却一无所获 第二天 幽州长使和银曹 二人火急火燎的来见敌人杰 告诉了他一个惊人的消息 府库里几千万两的官银 在一夜之间不翼而飞 这可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纵使敌人杰见惯了风浪 听到这个消息 还是瞪大了眼睛 还有掌管府库的四名掌管 也都全部失去了踪影 他赶紧带着李源峰 胡敬辉 跟着银曹来到了府库 但面对空空如也的库房 敌人杰什么线索也没有发现 自然又来到了 位于府库正前方的二堂 按照规矩 二堂居然修建在府库的后面 正常应该二堂修建在 公堂之侧才对 银曹报告说 这乃是方签的主意 敌人杰一听便起了疑心 来到二堂屋内左右探查 在地面上发现了一样 有几块石砖明显 凹凸不平 与周围的石砖存在缝隙 敌人杰命人将其扳开 竟然发现了一个密道的入口 这条密道通往的不是别处 正是距此二十步之遥的府库 如此一来 观音不翼而飞的原因就找到了 随后 就在敌人杰准备返回地上时 他无意间摸到了旁边的石墙 发现里面竟然是中空的 短暂摸索后 敌人杰通过机关 打开了一扇暗门 来到一间囚室内 在这里 他见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人 方签 之所以说意料之外 是因为此方签非彼方签 冒出一个真假方签的伎俩 真是让观众错不及防 敌人杰对方签所说的故事 心中自有判断 只是安慰他好好歇息 第二天 李渊峰对敌人杰说 方签很是勤俭 关居四品的大员 都不用仆役伺候 此时 方签来到 敌人杰拿出了当时的四史印信 让方签在上面按了一个手印 果然丝毫不差 此人是真方签 敌人杰问方签 是如何落入歹人之手 一杯酒下渡后 说出了一段往事 三年前就有刘金来拜访 在两人饮酒时 突然提起 十年前 方签襄阳观花一事 其实襄阳观花只是打着观花的名义 岳王却在秘密谋反 岳王想让和他一起观花的人 匡扶礼堂天下 而刘金在提起这件事 这让方签万分惊恐 他要求举幽州之兵 与天下的英雄 共同举世 匡扶礼堂天下 就在这时 京中真奇突然到来 抓走了刘金 自己躲在床下 才逃过了一劫 第二天回到府中 在书房中看到另一个方签 自己被埋伏的歹徒捆绑起来 关押在密道之中 当晚方签对来送热水 蒲丛大发雷霆 声称自己不需要任何人的伺候 敌人杰无意中听到二人的对话 觉得有些可疑 便询问蒲丛在房间里看见了什么 蒲丛如实回答 说方签是在自己进屋后 才突然从床杖中出来的 似乎之前并未听见自己叫门 敌人杰听完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深夜 腹蛇突然出现在刺石府内 和方签会面 他的毒蛇意外咬死了一名蒲丛 第二天 敌人杰查看了蒲丛的尸体 发现毒蛇咬中的正是他的咽喉 要知道 通常情况下 蛇类都是攻击人的腿部和脚踝 如果不经过人为的训练 是不会直接对准咽喉攻击的 因此 敌人杰断定 这一条毒蛇是被人训养的 随后 敌人杰召见了方签 告知他自己已将幽州的事宜上报中枢省 相信不久后 他就可以官府原职了 在交谈过程中 敌人杰发现 方签总是正襟危坐 不敢背靠座椅 便询问他是否背部有伤 方签失口否认 硬着头皮靠上了椅背 敌人杰将他的一举一动都收入了眼中 俯然轻笑 未在追究 当晚 敌人杰和胡敬辉再次进入 此前关押方签的囚室 他令胡敬辉在密道中来回走动 自己则留在囚室中留心脚步声 结果脚步声清晰可闻 但白天和方签交谈时 他却口口声声表示自己 从未听到过脚步声 这让敌人杰对他更加怀疑 离开密室后 胡敬辉带人在花园中巡逻 竟意外遭遇了昨晚出没的毒蛇 胡敬辉将其一刀斩断 承递给敌人杰关桥 看到毒蛇的一瞬间 敌人杰忽然想起 他们在大柳树村借宿的那一夜 他也曾看到过这条毒蛇 结合此前李渊峰提供的 副蛇手帕 敌人杰认为副蛇就在他们的身边 画面一转 副蛇与金木兰见面 他告诉金木兰 敌人杰目前还没有怀疑方签 但是已经开始怀疑自己 没想到却弄巧成拙 让他联想到了副蛇 没错 眼前的副蛇就是胡敬辉 另一边 敌人杰名义上 派敌春将幽州事务上报朝廷 实际上是让他将方签的档案带回来 在读过档案后 敌人杰更加坚定了心中所想 决定就在今日揭穿方签的谎言 敌人杰接下来会如何揭开 副蛇的真实面目 方签又还能不能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 请看下回分解